每次三分鐘,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很多粉絲跟法王反映說 法王每一次的影片非常的精彩 但是影片中提到的一些專有名詞 因為時間的關係,法王沒有辦法說明得很清楚 所以法王今天特別開設了三分鐘的保險教室 每次利用三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保險和法律的專有名詞和基本的觀念 那麼今天第一集呢 法王就想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保險契約、保險的關係當中呢 他的當事人到底有哪些人 首先呢,法王想跟大家談一談 那麼保險契約到底是誰跟誰訂的 其實保險契約是藥保人和保險人之間所訂的 那保險人當然就是指保險公司 邀保人就是要投保的人 那麼因為邀保人和保險公司之間 訂了這個保險契約之後呢 邀保人他是保險契約的當事人 因此呢,他就必須要繳保費 這個是契約的條款規定的 那麼既然保險契約是存在在邀保人和保險人之間 那為什麼我們還常常聽到被保險人或者是受益人 這兩個角色呢 那這兩個角色到底在保險的關係裡面的定位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理解他們呢 那首先,法王來跟大家談一談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呢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就是在保險事故發生的時候 實際上會受到損害 所以呢,他有保險理賠請求權的人 被保險人呢 他雖然不是保險契約的當事人 當然在大部分的時候 邀保人他在投保的時候 會指定自己當作被保險人 那這個時候邀保人和被保險人的角色是同一的 沒有問題 但是更多的時候呢 邀保人和被保險人是不同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被保險人他是實際上在保險事故發生的時候 受到損害的人 那他受到損害他有被補償的需要 所以當然保險理賠的請求權就要在被保險人的身上 法王舉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 在邀保人和被保險不一樣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 先生他買了一張醫療保險的保單 但是呢,被保險人不是先生自己 被保險人是太太 這個時候當太太如果他生病住院而產生了醫療費用的時候呢 那太太是被保險人 他是實際上住院的人 他就是實際上有被補償需要的人 所以說 太太這個時候才是可以向保險公司 請求醫療保險金理賠的人 那這個時候你又會問法王 那既然法王講說被保險人是可以請求保險理賠的人啊 那為什麼又會有一個受益人可以請求保險理賠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原則上大部分的保險類型裡面 被保險人都是實際上可以請求保險理賠的人 但是呢 如果是以被保險人的身故 也就是被保險的死亡 作為保險事故的保險類型 例如像意外險 或者是像人獸保險等等 那這個時候呢 被保險已經身故了 被保險身故如果還跑來請求理賠 那是恐怖 那變靈異事件 所以這個時候 然後在這些類型的保險當中 保險公司在投保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要求被保險人 你要先指定一個受益人 那這個受益人呢 就是在保險事故發生 也就是你被保險人身故的時候 可以來請領保險金的人 所以說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和受益人 這三種人 他們的角色定位 其實是各不相同的 這樣 你聽懂了嗎 大寶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專門解答你對各種保險觀念的疑難雜症 所以說 如果你聽完還有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快的跟你回覆 大寶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